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,设R是时数所成的这个集合 然后呢,A啊 这个集合里面的内容是 这个X在-3到7之间 然后呢,B里面的内容则是X在这个-5跟2之间 但是这个地方是小于等于 OK,这边两个都是小于 那要我们求呢 这个A连级B,A交级B 还有呢,A跟B的差级 以及B跟A的差级呢 的集合长什么样子 OK,那我们先把这个A集合跟B集合呢 在这个竖线上画出来 会比较有感觉 那我们呢,来画一条这个竖线 OK,我们把呢,相关的数字都标出来 这边有-5,-3,2跟7 这几个数字哦 -5,-3,然后呢,2还有7 OK,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A呢,是在-3跟7之间 而且是都是小于的关系 没有含等于,所以是空的 -3跟7之间 我们就把它这样画起来 这个呢,就是A集合的范围 那再来呢,B集合是在-5跟2之间 那这个-5是怎么样 这个-5是有包含的哦 所以呢,-5这边是实心 然后呢,2这里是空心 所以呢,这样子弄起来 好,这个是B 好,那所以呢,所谓的A连级B 就是整个涵盖A跟B的范围咯 所以呢,我们A连级B 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呢 它这个里面的X 它的元素呢 是在7跟什么 7是只有 只有小于而已 7跟-5之间 OK 然后呢,X当然还是一样 要是实数 那这边就注明一下 那第二个呢 如果是A交集B的话 就是A跟B之间呢 这个共同的范围 这一段就是所谓的交集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从-3到2 而且两个地方都是只有小于 没有带等于 所以呢,是-3到2之间 X呢,是属于R 没有问题 那再来呢 如果是这个A跟B的差级的话呢 诶,A跟B的差级也就是说 在A的里面 但是把有B的部分扣掉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发现 你会把2以下的部分扣掉 但是因为2这个地方是空心的 对不对 所以A跟B的差级代表的其实是什么 是2是有包含的哦 然后呢 一路到7 这个地方 所以呢 A跟B的差级是X的 什么 2 小于等于X 然后呢 到7 然后X属于R 那最后呢 这个B跟A的差级 就是在B的里面 把有跟A碰到的部分扣掉 所以在B的里面 然后把跟A有碰到的地方扣掉 所以是把-3以上的地方扣掉 但是-3呢 本身是要留下来的 因为这边原本是空心 所以呢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这两个都是实心 所以是X-5到-3之间 然后呢 X属于R 好 那以上呢 这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答案 那你想对了吗